好我们看到王雪峰的最新说法 而自从这个新闻报道出来之后呢 现在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传了出来 包括了王雪峰婆婆从事拾荒工作 被邻居现在就指控了影响居住环境 而且还抱怨王家把回收物堆满了整个社区 王雪峰婆婆就解释了这个资源回收物 她每天都会按时清理 而且没有占用邻居的地方 上午9点不到王雪峰的婆婆王吴素贞 早就骑着载满战利品回到住家外空地资源分类 刘宝特萍有纸类应有尽有 王吴素贞忙得不可开交 只是在住家附近从事资源回收 邻居却感怒不感言 这东西这样出名怎么说 我这个待会就清清掉了 这放在车上 我又没有用到他们家 王吴素贞强调 邻居都知道他从事资源回收 光且没占用邻居住家 怎么会妨碍他人 大家也知道我在用这个 是在我抗衣上 我什么都要抗衣 我们抗衣不抗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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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眼望进巷子 在自己的住家外堆植资源回收物 相当明显 尽管王吴素贞表示 每天都会清理 但资源回收物 发出的味道 以及堆植 却让邻居们相当头痛 中文新闻 李文明言万德台北 采访了 感谢观看